中方教练组和米卢开会 就是给十强赛报名 我记得当时有张玉宁 李金宇 有几个前锋 都在竞争最后一个名额 当时的名额就是什么 法海东定了 杨臣定了 四宝镇 就差一个 结果我们就开会 各方都发短意见 各说几件了 就很难做出决定 那做出决定呢 就是明天再说了 明天必须得说了 后来我就说 米卢 你今天看看电视 今天有一场比赛 天津队对四川 我说你看看 天津队的鱼跟尾 他说 鱼 他说鱼是谁 他就没人给提 当时就没人考虑他 我说你看看这个比赛 他说好 今晚上我看电视 看这个球 射门 球射进了 10号于跟尾 露出了杀手本色 这是上半时 天津太达队的第一脚射门 10号于跟尾 抓住机会 攻进一球 好像速度更快 虽然 看张球 马命宇 突到金军里头 射门 球射门 对方在中场有四名队员的夹击防守 突然的直船 这场球 一个人打俩 那球踢的 第二天我们一开会 不要考虑了 就是他 真的 这场球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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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球射门